丁敏不敢当着越宁侯的面同燕王亲近 只能在暗处表示越宁侯是支持燕王的 有越宁侯府一堆的极品亲戚 再加上越宁侯的数子数女们 丁敏实在是抽不出功夫结交燕王 小孩子应付起来并不容易 在广州的丁柔同隐成善提过越宁侯的事 虽然已成善说过让丁柔放开一些 但同姐夫做生意的话 丁柔还是会实验相告 我除了向侯爷求了两名钻石分割师之外 别的牵扯不深 如果让京城贵妇们接受钻石 侯爷帮不上忙 手势做好后 安阳郡主太妃殿下都可以佩戴 比玉石闪亮 比珍珠好保存 比翡翠坚硬 如果能找到带颜色的粉钻 贵妇们接受钻石会容易一些 我没打算一口气所有人都会喜欢钻石 我没那么蠢 丁柔将样品钻石耳环挂在耳朵上 对镜子里的影承扇测了测头 好看吗 一项新生事物被人接受 需要一个过程 首饰的佩戴尤其如此 大秦的贵妇们更看重瘟玉 习惯虽然难改 但有接受新鲜事物的可能 其中的关键是营销 记得大学里教授讲过营销策略 丁柔不是没想过别的生意 但赚钱的大生意大多被权贵掌握 你贸然进去很容易得罪人 只要他们看不上眼的东西 没准会使玩石变石头 还好 影承扇明显性质不高 喝茶还能愣神 丁柔又聊了在世儿环 凑近烛火时再次问道 好看吗 影承扇眯了眯眼睛 钻石闪烁 比喻确实多了锋芒 他改口道 好看 丁柔满意的笑了 戴上耳钉 走到他身边 看出他有难处 其实丁柔也同影承扇一样 自从上次花会之后 总督夫人几次让丁柔碰壁 虽然都是无伤大雅的事 但一直顺风顺水的丁柔 略感不顺利 姨娘虽然没再弄出什么事来 但丁柔敏锐的感觉到 姨娘对影承扇 没有通房伺候 有些不满 上次他来了小日子 姨娘话里话外的意思是 安排人伺候他 丁柔全当作没听懂 也许他畏惧丁柔 不敢明着说 他虽然是影承扇的生母 也有告命夫人的名分 可他是妾 管不到丁柔头上 除非他撕破脸皮 料想姨娘 不会有这胆子 他怕自己 不是怕得要死吗 你一下子震动广州官场 他们 岂会坐以待毙啊 丁柔拍了拍他的手背 尹承扇思考了一阵 点头说 我知晓 瞧着吧 只是最近辛苦夫人了 同我一起 一起受罪 这种事 说起来怪没意思的 夫妻一体 我总是随着你的 最迟一月 广州的局面 便会有大的改变 不会再有谁给你拿看了 最近 尹承扇一直埋在暗手中 翻看广州以前的资料 他提出改良的法子 被总督大人否定了 说他太激进 在梁广 一注实权官员的反对下 尹承扇的政治主张 并未得到实施 那个检察院的余大人 可曾到了 电邮询问 听尹承扇说过 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监察梁广的人 能有去到哪去 文西帝既然将 他同尹承扇一起拍到广州 应该会对局面有所影响 检察院 应该类似于 明朝锦衣卫的机构吧 可监察百官 听说院子里的规章制度 也是太祖皇帝留下的 尹承扇对检察院 没好意想 虽然开国至今 检察院出面的并不多 但谁会喜欢监察他的人 他们一路难下 尹承扇可没给那位余大人面子 余大人先去了广西 还得过几日才回到广州 我听说余大人的夫人很厉害 别看余大人在外面风生水起 回府后 是围着夫人转悠的 对夫人言听计从呢 丁柔显递了尹承扇一眼 语气有着他特意流露出来的微酸 尹承扇执起妻子的手 另一只手碰触闪烁的钻石耳环 亮了刺目 我也围着夫人转悠 然我的夫人却不厉害 柔顺极了 美极了 尹承扇抱下了丁柔 公事虽说重要 但为夫不会冷落娇气 丁柔眉头尹承扇提起姨娘的意状 不是说不信她 但对生母 她有过多的愧疚 给生母尊容 是她努力证明自己的动力 何况 给儿子塞通房丫头的事 很多婆婆都会做 也不是指她一个人有此念头 丁柔略感遗憾 没有碰到太夫人一样的 开明正统的婆婆 她虽然不说 但丁柔知道 她面临很大的压力 对于空降到广州 又敲了官场一斤闷棍的 尹承扇来说 面临的挑战困境 比刚到广州的时候还要大 丁柔总不能拿婆媳冲突来烦她 局面尚在控制中 看清楚姨娘的打算再说 丁柔送引承扇出门 回屋里完善了钻石首饰的策划营销计划 她之所以找月宁侯而忽略了前老板 只不想同楚陵王府过多的牵扯 她本身同信仰王府的关系 因柳氏扯不断 两家尚存的异性王 关系太亲近 可不见得是什么好事 综合考量 走南闯北观念不陈旧 经常手段灵活的月宁侯 丁柔更容易接受她这项策划书 正是分割师可不是大白菜 谁都能使唤的 丁柔将起话说写好 说道 我去陪姨娘用午膳 把饭食摆放到姨娘房中 记得做姨娘最喜欢的西湖醋鱼啊 是 孙奶奶 多交流 没准姨娘会想通 丁柔没她想的可怕 如果她不是引承扇的生母 丁柔不会费这些心思 她身边的小红 看不出一丁点的意向 难道是她想错了 对于丁柔来陪她用膳 她略微有些恐慌 丁柔实在是想不通 她暗示自己给尹承扇那通房丫头时 怎么不觉得恐惧 在她印象里 不纳妾的男人才不正常吧 也许见惯了阳世 总是给尹大学是纳妾 贤惠的夫人应该是像杨氏 她还暗示 即便生了树子 也是她养着 丁柔当时听见这话 恶心的想吐 谁希望给别人养孩子 树子树女 是丈夫背叛她的证据 丁柔疯了 才会留下他们 姨娘 今日的西湖醋鱼 您觉得如何啊 味道递不递到 四奶奶的安排 一向很好 您不用这门 欠就我的 姨娘一如既往的宫瑾 丁柔自信 可以面对刁钻的人 但对她 逆来顺哨 宫瑾 害怕的她 丁柔有几分束手无策 用计谋 怕伤到她 说话根本说不到一起 丁柔笑着问道 姨娘可想出门看看呢 广州同京城的风貌 不大相同 我 我 姨娘结巴了 她是想出门转转的 但看丁柔的打算 是他们一起出门 不知道丁柔会不会算计她 没准 会离间她和儿子的关系 还是算了 我 我 明日广州城西郊 有庙会 我陪您去逛逛 也给佛祖上住乡 保佑夫君平安 您看如何 我 我 小红端着茶掌靠近 笑音音的说 回奶奶 奴婢一直伺候姨娘 知晓主子虽然想出门 但怕耽搁您正事 主子知晓您很忙 在丁柔抓住小红痛脚前 小红接着说 请四奶奶饶恕 奴婢多嘴 本来主子说话 奴婢不应该插嘴 实在是主子默不开口 嗯 在背后 没少同奴婢说起 小叔门的话 奴婢才会 请四奶奶受罪 小红跪下主动请罪 一般情况下 夫人身边的大丫头 都很有脸面 即便主子奶奶 也不轻易同她翻脸 比如红楼梦里 甲甲几名大丫头 鸳养平儿道 四奶奶 不怪她 她是为我 姨娘身子一软 也跪下了 养头乌业道 您别怪她 丁柔忙搀扶起她 再来这么几次 被尹承扇看到 还不知道会想什么 小红不能再留了 管她是不是有毛病 她对姨娘的影响太深了 丁柔不想再留下小红 但没抓到小红的把柄 姨娘定会又哭又求的 没准又得跪下 尹承扇虽说不管后宅 但在她心里 但在她心里 一个丫头 不值得她们闹别扭 如果她连一个小红 都摆不平 她也太没用了 听说 你针线是极好的 在苏杭 刺绣是鼎鼎有名的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家里是杭州的吧 丁柔并没向往常 陪姨娘用膳后 被她怯声声 成黄成哄的神色逼走 丁柔本质上 厌烦小白花一般的女子 柳氏虽然容貌小白花了一点 但性子有韧劲 为了丁柔敢豁出去一切 做了安阳郡主后 白花气质消去 展露了她骨子里的风球 丁柔更乐意亲近 成为安阳郡主的柳氏 姨娘 您别哭啊 我只不过是问问她的女红针线 丁柔宽慰着流泪的姨娘 将帕子递给她 快猜猜 别为了个奴婢酷化眼睛 您如此 丁柔转向小红 她这一年就大了 你让她如何心安啊 四奶奶说的是 您别为了奴婢流泪 您对奴婢的恩德 奴婢记住一辈子 小红也用手背抹眼泪 呜咽地说 奴婢万子 也难报您的答案 丁柔冷眼看着 就差抱头痛哭的两人 说道 小红啊 我得说你两句了 在姨娘面前 提死做什么 姨娘心肠软 自是怜悯孤苦 你这不是搅得她不得安什么 小红扑通跪地 奴婢该死 奴婢知错 欺死奶奶责罚 四奶奶 我 我 姨娘 姨父舍不得 想要保护小红的样子 恳求四奶奶饶过她 她也是个可怜的人 小红不是遇见她 没准 被狠心的爹 卖去积院画坊了 丁柔问道 姨娘 觉得她可怜 丁柔仿佛明白了几分姨娘的想法 不单单是同情怜悯 和她遭遇相似的小红 她在杨氏的淫威下 过了这么多年 太多的同情心 也不可能在杨氏手底下 救下什么人 她本身 就是个被欺压的人 虽然这么说她小白花 对不住隐成善 不管怎么说 姨娘是丁柔的婆婆 然 除了这个经典词汇 丁柔着实想不出 还有什么词汇能形容她了 小白花 一般具有圣母属性 她养得两儿一女 个个都很独立自主 从没有她保护 她也没能力保护儿女 好不容易摆脱阳世 知晓儿子 如今做官 会很孝顺她 她圣母情节大作 小红又是个苦命的 他们一拍即合 丁柔反倒成了邪恶之人 明明知晓 丁柔不可能不孝顺她 却装作很害怕 厉害的儿媳 不就是想让儿子 多关心她吗 永远站在她这边 可她打错算盘了 尹程扇不会过问候宅的事 姨娘如今是四品告命 又不在母亲身边立规矩 才会怜悯于她 丁柔主动握住她的手 虽然她想正开 但面对丁柔 她总会多了一番的胆怯 不敢动她了 丁柔接着说 您同寻常的妾室 已经不同 高于努弊之上 您总是活在过去的事情 哪能成呢 您在广州 您儿子是知府大人 您不再是被母亲知识的人了 姨娘小心地看着丁柔 四奶奶的意思是 我知晓您身边离不开小红 但您见到她 必定会想到过去的事儿 我同夫君带您出京 是调养孙子 是享福来的 动不动就落泪 夫君会责怪我的 丁柔拍了拍她的手腕 眸光中的锋芒全然隐藏 温柔地看着她 眼角余光扫过小红 您前几日不是同我说起 小红女红针线不错吗 又懂许多的图样子 您这额抹 绣得真精致 小红感觉出不对劲 看着姨娘 懵懵懂懂 不明白丁柔的意图 她张了张嘴 硬是咽下了口中的花 丁柔对她高开了一眼 如果她此时开口 不管说什么 一顶主子说话 妄自开口的帽子 是落下了 她能忍住没出声 是个有眼色的 以前丁柔想着 将她拘在姨娘跟前 但今日发现她对姨娘的影响太深 这并非好事 她是知府夫人 对一个丫头束手无策 实在是大笑话 但没有主子被奴婢拿住的 姨娘摸了摸额抹 脸上多了一丝笑容 她的女红是极好的 秀出的东西极合我的心意 她将小红做的绣品给丁柔看 一样样的说着小红的手艺好 丁柔道 我看着也甚是喜欢 姨娘知晓我的 女红上始终差着一些 再过两月 新阳王府安阳郡主会出京来广州 她的真早也是顶出色的 一般的女红看不上眼 我身边的丫头 阵线大夺平平 安阳郡主对我有恩 夫君同新阳王有些交情 郡主来广州 如何得送份礼物 我想向姨娘要个人 您把小红借给我用用可好啊 我想送郡主一座平方 充气量一个月 下个月 我准备将小红还给你 这 这 姨娘甚是舍不得小红 看上她说 你是否愿意啊 姨娘怎么又忘了 您是主子 即便疼她 总不能弄得尊卑不分啊 她可是欠了卖身器的人 我不过是让她做女红 又没命她做伤天害理的事 修完平风后 我会给她多些赏钱 断不会亏待了她就是了 我虽然没母亲规矩森严 可也没让奴婢挑拣的道理 小红是个懂事知晓翻寸的 姨娘不也是因为这一点格外怜悯于她吗 丁柔眉了一下眼睛 接着说 丑话说在当面 一旦有奴婢不守规矩 咱们身边断是不能留的 我不打不骂 给点银子 放她离开 奴婢听四奶奶的命令 一准尽心尽力的修好平风 丁柔看都没看小红 说道 姨娘听听 她果然是个伶俐的 您大可放心 我总不会亏待了她 没准 将来安阳郡主问起她 她也多个好前途 有个好手艺 将来也好嫁人持家 她过得好 才不枉您疼她一场 丁柔先赌上姨娘打算 让小红做通房的安排 虽说她不一定会这么想 但丁柔可不能不防范 我瞧着你这声也可以 缺什么我再赏你 王妈妈 剩下的你安排吧 王妈妈气息 是 四奶奶 小红乖觉 想留在府里 只能听从丁柔的安排 您别挂念奴婢 帮四奶奶修完平方 奴婢就回答 您腿不好 记得涂药 料高 奴婢放在左侧的盒子里了 天冷 多加件衣服 多用学鱼虾 四奶奶 姨娘眼泪又下来了 您就不能 瞧着这丫头 真是细心啊 我身为儿媳 竟然没她想的周全 小红啊 还有什么 我也记下来 没有了 是奴婢乐举了 小红吓得浑身颤倒 比主子想的周全的奴婢 还有命吗 她不过想让姨娘记住她 说伤痛 是想提醒姨娘装病 可小红看她的样子 料想她不能理解的 你请放心 不管你从哪来 四奶奶断不会送你去阎王殿 王妈妈出门后 对心惊胆战 怕丁柔下死手的小红说 妈妈 我是苏杭人士 您不记得了 王妈妈抿了抿嘴唇 我记不记得 有什么打紧的 你别忘了 你是尹家的奴婢就好 走吧 针线防在前面 姨娘看着小红被带走 她也不能阻止 心里自然不好过 我身边没了小红 针针是不顺手 要不在广州买个绣娘 她虽然手艺好 但给安阳郡主的礼物 得慎重 针线好的绣娘 哪里能买到啊 如果姨娘实在是缺人伺候 我让雅居来顶两日 小红今年十五了 早晚得外放出去嫁人的 您哪能离不开她呀 钉柔从左侧匣子里找到药膏 我帮您上药吧 是不是膝盖的位置啊 您一定是归母亲太久了 钉柔按住她 给她上药 她从抗拒转为顺从 钉柔轻轻地揉着她的膝盖 心中不由得好笑 给她尊重自由 她反倒不喜欢 是奴性太强了吗